熊熊火光 照亮天際 巨大的火球就連好幾公里外的民眾都看得見 大陸廣東東莞 七號上午十一點三十五分 發生了一起工廠爆炸案 現場不僅濃煙滾滾 還不斷發出爆炸聲 當地消防部門貨爆後 緊急前往灌救 根據了解 火場的面積約三百平方公尺 是一棟一層樓的建築 製作酥丁醇和氣焦 不知何原因爆炸 附近的木槿民重車 不斷聽到很大的爆炸聲 望向窗外 發現遠處的工廠起火燃燒 截至下午一點 火勢已經控制了 無人員傷亡 但有人因為身體不適而送醫檢查 雖然沒有人員傷亡 但附近的店家去傳出 因為爆炸飛箭的物品砸壞了店面 至於事故原因 還有待調查